台中市富商施加金遭到绑架撕票案 警方在云林和屏东逮捕到两名共犯 但是两人在接受征讯的时候 公辞必重就轻 只承认参与绑架 但对于人职遭到杀害的过程却一问三不知 检方认为有疑点已经将他们申请羁押 用绿色外套盖住头 头低到不能再低 他是掳人勒鼠案的共犯林志伟 警方25日下午在屏东将他逮捕 还有共犯郑敬达 警方一路跟肩到西罗休息站 在25日晚间将他逮捕 两人连夜被押送回台中进行征讯 警方表示这两名嫌犯在征讯时比重就轻 对案情交代不清 他们只承认参与绑架案 但对于人职最后被杀害 却一问三不知 警方也查出 主嫌谢元信曾答应这两名通伙 事后将分别给他们30万的酬劳 不过郑林两人对于这部分则说辞反复 目前两位嫌犯就是林姓跟郑姓嫌犯 经我们初步讯论他是有坦诚一些换行 但是这一部分有牵涉到证查不控的部分 我们不另外透露 等一下我们会移送来地检署 有检察官来互讯 警方调查发现主嫌谢元信三四年前在屏东卖水果 当时认识了林贤 而林郑两人则是同一间庙的镇头 这是谢元信先找上林贤 再透过林贤找来震贤 三人一同犯下这起骇人的掳人勒鼠杀人案 警方将对林郑两人申请羁押 再进一步厘清案情 记者邱直培彭幻群台中报导